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18日 星期一 大陸有一則新聞 我覺得 是很值得大家去提防的 因為這個 影響著未來一代人 整整 這個是關於一個教育的改革 但是 出了這段新聞之後 官方竟然出來澄清 尤其是深圳教育局 這個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 大陸的新聞 出的也是官方出的 竟然在深圳出來 闢謠 之後 光明日報 又出來幫忙洗腦 我覺得 這個是接下來中國的一個國策 就是要學生讀少些書 有網友提出 跟我們說 會不會大陸吸收了香港的教訓 香港的這個 反送中運動 當時是由一班學生 一班年青人 搞起的 當然 後來 演變成全民參與的運動 現在 大陸會不會是怕 大陸的學生讀得太多書 怕他 書讀得多 越反動 那麼我們 就要 跟大家評論一下 究竟會不會發生這些事呢 而上面的全民 就是要 縮減 這個 讀書的時間 大學也改革 將中學大學改革 這節要跟大家詳細說一下 說之前 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經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校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現在只剩下一個呼籲 就是大家如果有在英國的朋友 可以來參加我們的網聚 這次我們的網聚 我們希望有幾個方面 一方面就是我們希望 會搞一些政治的組織 為香港人 爭取 他們的可以是 移民來英國 因為有很多 我們認識的朋友 他們是沒有BNO的 我們為 曾經為香港付出過很多的朋友 爭取到他們可以移民來英國 第二個就是當然追回我們的強積金 因為 現在的香港政府 港共政府 不承認強積金 不承認BNO 所以強積金就不能拿錢 我們 在這邊希望 就造成一個壓力 甚至是 控告 這個香港政府 控告香港的積金局 金管局 以及 幾家這些銀行 在英國 如果我們贏了官司 我們可以扣押香港政府的財產 也可以要銀行 賠償我們的損失 這個是政治方面 經濟 我們也希望 共同理念的人 大家有相同理念的人 可以組成商會 互相 扶持 當然 一定要 建基於大家在相同理念 那麼我們 11月6日 我們其實 會有一個閉門的會議 希望大家到時可以參與 我們 共同商討我們在英國 我們的大雞 好了 報名就可以在 片尾 我們的合作社 網站 或者 他那裏有一個熱線電話 大家WhatsApp可以跟他談 不要問我們LINE的Signal 我們暫時沒有辦法提供 只有WhatsApp 因為 如果每件我們要安裝一個 我們很複雜 暫時用WhatsApp 好 這段新聞說甚麼呢 就是格隆會出的 其實他也是引述中國教育部官網 就是2021年10月14日的公佈 教育部辦公廳 關於設立教育部 基礎教育綜合改革實驗區的通知 經研究決定在以下地區設立 教育部基礎教育綜合改革實驗區 有12個地方 就是上海 廣東省的深圳 四川的成都 河北的廊坊 山西的長治 江蘇的常州 浙江的金華 安徽的銅寧 福建的三明 湖北的宜昌 陝西的西安市高新區 山東諸城 在12個市 進行一個甚麼教育改革呢 要讀給大家聽 教育改革 就會實行縮短學制 改為九年義務教育 哪九年呢 小學四年 少了兩年 初中三年 高中兩年 小學兩年 讀少了兩年 意味著 是不是早點完成 學業 是 早兩年完成學業 完成學業之後怎麼辦 他 會取消 小學 初中的考試 高中前完成基礎教育 中考 分特色考試 普及高中 高中分特高 普高即高 將目前的 技巧全部下放為職高 職業高等學校 大學改革 三分之一以上的大學 改為工科或高級藍領大學 專業培養高級技術工人 為工業4.0 打基礎 這些 新型的 教學模式 意味著深圳100家 關於 教學的改革 融合 信息技術 這個新型教學模式 這個 將可能實現新型的 教學 其實 記者 就這件事向深圳市教育局求證 獲釋 這個網謠傳 是尚沒有官方依據的 類似的訊息以及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官方網站以及公眾號發佈為準 對非官方渠道的訊息 深圳市教育局提醒大家 不要輕易採訊 教育局的網站出來 現在竟然說這些是非官方的訊息 真是匪夷所思 取消這個聲鐘 升初中的考試 而且縮短小學兩年 意味著你其實中學也早六年畢業了 那麼究竟是怎樣 即是說 你要早點出來賺錢 早點出來賺錢 以及大學 也都是把三分一的大學 變成類似職業先修大學 技術大學 意思就是說 大陸接下來 是培養越來越多的男嶺工人 或者 是一些技術人員 而那些上層的管理人就會減少 意思就是說 他們會留下少部份的 是比一些上層的管理人才 大部分的學生都是淪為技工 工人 或者 奴隸 最重要的中國是什麼呢 他們現在 是需要大量的奴隸 不需要那麼多的學者 不需要那麼多有知識的人 這個 我覺得是大陸的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因為現在 在上海據說已經沒有 不教英文科了 因為 這個考試來說 英文就不一定要考 如果不考的話 那些人可以不讀 而且 他更加是禁住一些英文的書籍 這個目的是為甚麼呢 就是使得中國人 沒有辦法了解世界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任何華文媒體 尤其是簡體字的媒體 基本上都是中共控制的 裏面的消息 10條有9條可能都是假的 又或者他不是全部假 他只是一些關鍵的部位 他就 替你作假 看起來表面上大部分是真的 那就糟糕了 意味著甚麼呢 意味著 他 不想你 透過英文或者你認識英文 尋找真相 最好你全部看簡體字的網站 裡面 基本上就可以達至洗腦 我們看到香港很多人 都是被這些大陸假訊息洗腦的 其實藍絲也一樣 現在大陸 基本上就不希望大家的學歷越來越高 最好你的學歷越低越好 老毛當年說一句 叫做 知識越多越反動 書讀得越多越蠢 當然 這個當然是他的一面之詞 書讀得越多沒有理由越蠢 知識越多 真的越反動 因為你 不會再被統治者去蒙蔽你 不會被那些獨裁者去老點你 是不是 如果馬雲當年不懂英文 他也沒有今天 因為他去到澳洲 他當時就覺得 為什麼 我們當初一直要去拯救 水深火熱的歐美世界 白人世界 我以為他很窮 原來最需要解放 最需要拯救的是我們 原來我們是井底之蛙來的 說穿了什麼 我們被共產黨騙了 如果我們不催磨磨的世界 我們一輩子 都被共產黨騙了 書讀得越多 越一定越反動 現在 很明顯大陸 就是想把 讀得書的人 縮窄範圍 接下來的門檻會很高 大部分人就趕你去做男嶺 做工人 要你為社會主義國家 做螺絲釘 成為中共的其中一個 不是其子 是其中一個奴隸 中國接下來 真的越來越似 會進入一個奴隸社會 越來越高壓的統治 越來越多的封鎖消息 然後 不讓你去外界接觸 限聚令或者封鎖的 這個國門 也是禁絕外國人來中國 最終 就是把整個中國北韓化 我們認為 現在 北韓化不知道能否說得通 但是奴隸社會就肯定會慢慢進入 大陸 也是不缺奴隸的 供應十分之充足 這個說法 是有報紙 官方的報紙 是 在做一些洗腦的工作 是引導輿論的 那麼 其中光明日報就說 德國六成初中畢業生 選擇職業教育 意思就是大家不一定要讀大學的 因為 雖然讀大學好 但是讀不成也不要緊的 德國 那些年輕人不會遭遇居學歷 因為 他們採取雙元制 代表 職業教育 也可以為德國的 國民就接受 意思就是 大家不一定要讀大學的 別強求 其實 讀職業學校也很好 大家在職業私修學校裏面做 將來做技工 技工也不錯 所以 現在 《光明日報》出了這篇報導 很明顯 就是在銷售人 帶著風向 接下來 我認為這則消息 是真的 即是大陸 很多 那些學校慢慢轉型 高等學府越來越少 甚至乎門檻很高 將大部分人 踢去讀職業學校 即是香港職業先修 建造業訓練局 要你做工人 做藍領 奴隸社會 就是這樣 應成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 敬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